下棋 梁石秋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 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 杀死他一大块 或是抽了他一个鞠 他神色自若 不动火 不生气 好像是无关痛痒 是你觉得索然寡味 君子无所争 下棋却是要争的 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 对方的头上轻轻暴露 黄豆般的汗珠 一颗颗的在鳄上陈列出来 或哭丧着脸做惨笑 或咕嘟着嘴做吃屎状 或抓耳挠腮 或大叫一声 或长须短叹 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 或一串串的耶格打个不休 或红头丈脸入关宫 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这时节你行有余力 便可以点起一支烟 或绝一碗茶 静静地欣赏对方的苦闷的象征 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 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 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 和人下棋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使对方受窘 当然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被对方所窘 便努力做出不介意状 因为既然不能积极地给对方一苦痛 只好消极地减少对方的乐趣 自古博弈并称 全是属于赌的一类 而且只是比宝石终日 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 不过一虽小数 亦可以观人 相传有慢行人 见对方走当头炮 便左思右想 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 还是跳右边的马好 想了半个钟头 而迟迟不绝 急得对方只好拱手认输 是有这样的慢性人 每一招都要考虑 而且是加慢的考虑 我常想这种人 如加入归兔竞赛 也必定可以获胜 也有性急的人 下棋如赛跑 噼噼啪啪草草了事 这人就是宝石终日 无所用心的一关作风 下棋不能无争 争的范围有大有小 有斤斤计较而阴小失大者 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 有短兵相接做生死斗者 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 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 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 有一面下棋一面翘骂者 但最不幸的是 争的范围超出了棋盘 而全足交加 有下象棋者久而无声音 排榻视之去不见人 原来他们是在门后脚里 扭作一团 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在他的口里挖居呢 被挖者不敢出声 出声则口章 口章则居被挖回 挖回则必毁其 毁其则不得胜 这种认真的态度 憨得可爱 我曾见过二人手坛 岂先是坐着神情潇洒 望之如神仙中人 而骑士吃紧 两人都站起来了 剑拔弩张 如斗鞍蠢 最后到了生死关头 两个人跳到桌子上去了 利翁闲情偶记 说一棋不如观棋 因观者无德失心 观棋是有趣的事 如看斗牛 斗鸡 斗蟋蟀一般 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 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 喉尖硬是痒得出奇 思意图为快 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 而不作声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如果说得中肯 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 暗暗地骂一声 多嘴驴 另一个也不感激你 心想 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 如果说得不中肯 两个人要一起 吃之以鼻 无见是奴 如果根本不说 憋在心里 受病 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 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 大呼 要抽居 要抽居 下棋只是为了消遣 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 誓此不疲者 是因为他颇合于人类好斗的本能 这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 所以刮棚斗驾之下 与世无争的村夫也老 不免一平相对 萧辞永咒 闹市茶辽之中 常有有闲阶级的人士 下棋消遣 不为无益之事 何以前此有牙之声 幻海里翻过身 最后隐退东山的大任先生们 毕肉复生 而英雄无用武之地 也只好闲来对弈 聊此残生 下棋全是剩余精力的发泄 人总是要斗的 总是要勾心斗角的 和人争竹的 与其和人争权夺利 还不如在棋盘上 多占几个官 与其招摇撞骗 还不如在棋盘上 抽上一句 宋人笔记 曾载有一段故事 李那菩舍 姓便吉 库号意吉 每下子安详 急于宽缓 往往躁怒作 家人辈则密意 一句陈衣前 那读 便欣然改容 以取棋子布弄 都忘其会议 下棋 有没有这样 陶冶性情之功 我不敢说 不过有人下棋棋来 确实是把性命都可置之度外 我有两个朋友下棋 紧抱着 不懂声色 而淡落 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 乌瓦乱飞 其中一位奇影叫小者 变色而起 被对方一把拉住 你走 那就算是你输了 赐功深得其中之趣 本文选自最新出版的 粮食修散文集 福生若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